大家好,我是爱好恐怖片的美男子,今天为大家更新一部韩国惊悚片捉迷藏。 故事开始,一龙套女晚上下班后打电话,抱怨还要在这破旧的住宅区里住多久,紧接着上了电梯。 这是一个戴头盔的人跟他一起上了电梯,女子出电梯后迅速开门回家,把门紧锁。 女子开始上网,从摄像头看到那一个头盔人,趁自己刚出去的时候偷偷进来了,而且就在自己身后,接着女子就被打死。 在当地有这么一个传闻,有人会偷偷溜进住虎家里,然后偷偷地生活。 画面一转,在一个高档住宅区,有钱的男主患有洁癖,洁癖男的哥哥失踪好几个月, 于是房东大叔给洁癖男打电话,洁癖男来到公寓找哥哥,也就是最开始龙套女出世的那个破旧的公寓。 洁癖男来到哥哥曾经住的屋子,发现了屋子里一些女人用的东西,有男女同居的痕迹。 于是去问邻居,可邻居都不知道。 洁癖男问邻居的时候,发现邻居家门口都有一些记号,就像咱们日常生活中小偷踩点留下的记号。 男子感到很奇怪,下楼发现一乞丐偷偷溜进自己的车里,而且自己的孩子还在里面。 这时,一位好心大婶用电机器把乞丐吓跑了。 原来,这位大婶就是这个公寓的住户。 大婶邀请她们去家里做客,大婶有一个漂亮的女儿叫平泽。 当男子说来这栋楼的317找自己的哥哥时,大婶突然把杯子摔了, 然后把他们轰了出去,还说不要让他哥哥再偷窥他们母女俩了。 男子继续调查大哥的房子,在阳台上竟然发现了有一道通往隔壁的暗门。 过去后,发现里面一些女人用的物品,而且还发现了最开始龙套女上网用的那一个电脑。 回到大哥的屋子,从一个箱子里找到了一份笔记,里面记录了是大哥的一些心情。 原来,大哥是被父母抛弃的,于是大哥开始憎恨这个社会,里面的内容全部都是一些发泄的东西。 画面一转,洁癖男的妻子接孩子回家。 上电梯时,遇到了那个头盔人。 妻子快速回到家中把门锁好,有惊无险。 洁癖男调查哥哥的消费记录,发现近期有在自己家楼下一超市购物的记录。 于是给妻子打电话让他赶快回去,而且不要给任何人开门。 正巧,这时妻子下楼取快递,打开一看原来是空盒子,摆明了吊虎离山之计。 这时,女儿给妈妈打电话,说送酸奶的阿姨一直在家门口。 妈妈说坚决不能开门,于是飞奔回家,回到家就差点被准备偷袭的头盔人袭击。 幸好隔壁的邻居龙套男被惊动,把歹徒吓跑,然后男子就回来了。 警察调查监控,怀疑头盔人可能是精神病,也有可能是他的哥哥。 原来,他哥哥因为强奸坐过劳子,男子在回去的路上想到自己以前的事,原来自己是被收养的,哥哥才是亲生的。 但是哥哥身上脸上长满了疙瘩,小时候自己冤枉哥哥说他强奸了一个小女孩,后来父母就抛弃了哥哥,而且把家产全部都给了洁癖男。 男子回家,无意中发现自己小区也全部被做了记号,而且儿子一直没回家。 通过监控,发现儿子正在楼下玩耍身后正是头盔人,于是男子急忙将他抓住,发现他就是送快递的,是别人让他在这里等。 他们都被真正的头盔人戏弄了。 晚上,男子睡觉后突然起来,因为洁癖产生幻觉,看到脏兮兮的哥哥搂着自己的孩子睡觉,于是开始打砸家里的东西,吓得妻子要和他离婚。 第二天,男子拿着一个高尔夫球棍来找哥哥,有钱人的武器就是不一样,可失踪了这么长时间,他这一趟肯定白来。 回到车上,发现了头盔男带着一个黑色袋子进了小区,于是开始追逐,但是把另一个拿着黑色袋子的人认成了是头盔男。 杰皮男问也不问,就把他打了一顿,然后才知道打砸人了。 杰皮男把他带到哥哥的屋子,原来这个被打的男子是开始龙套女的男朋友,女朋友失踪,于是来找他。 肯定找不到,因为已经死翘翘。 正当两人聊着的时候,头盔男突然现身,他们从那个暗门追出去,追到了龙套女的屋子。 此时,龙套女的屋子干净整洁,男朋友也很奇怪。 杰皮男打开柜子,竟然发现了龙套女的尸体。 男朋友愣住,突然,头盔人背后给了他一刀,他也直接死翘翘。 男子和头盔人又进行了活动,打不过,于是逃到了平和家中。 平和跟男子说,他们一家就要搬到了一个更好的房子中去了。 男子和平和接电话,发现他的屋子都是满偶手机啊,钱包啊什么的。 随便给男子一个手机,这个手机正是自己曾经丢的那一部手机。 平和却说是妈妈给的,男子一惊跌倒,发现柜子里面是死去的哥哥。 一转身,头盔人进来了,直接把他打晕。 原来,头盔人就是平和的妈妈,也就是那个大婶。 平和和妈妈一直隐藏在别人家中,然后伺机杀害主人,然后自己正是搬进去住。 并且对别家进行侦探坐标记,时刻准备下一次搬家。 他们就是传说中的隐形人。 另一头,杰皮男的妻子受不了杰皮男,打算带孩子去美国。 平和母女拿到男子的钥匙也准备搬入新家,也就是男主的豪宅。 妻子刚上车,女儿不舒服,于是回屋拿药。 另一头,杰皮男在主角光环的照射下也苏醒了。 在这里发现了平和妈妈杀死的所有人。 妻子回到屋后,发现了这个小区的一个住户死掉了。 临走前,妻子给男主打电话,他告诉妻子说自己手机钱包都被大婶拿走了。 妻子发现了屋子里的菜和一个手提包,然后就被打晕了。 原来,大婶已经住进来了。 然后大婶就到车外面和孩子说自己是妈妈的朋友,要求他们开门。 机智的哥哥说,他的衣服是妈妈的,不给开门。 但暴力的大婶还是把门弄开了。 兄弟俩逃到自己的屋子,把门锁起来。 这时杰皮男也回来了,与大婶展开激烈搏斗。 大婶一直变态地说这是自己家,然后男子一把火烧了家,把大婶烧死。 警察也来了。 最后男子祭奠了哥哥,然后就搬走了。 画面一转,来到一个女子搬家现场。 这时,柜子里面隐藏着平和。 全片结束,电影源于现实,高于现实。 捉迷藏根据韩国关月区心灵栋真实事件改编, 反映了韩国经济的高速发展,生活在底层人民的病态状况。 最开始时必然没有家,所以用这么一个极端的方式想要获得一个温暖的家。 故事中,大婶把好多孩子玩的东西都放到了平和屋里。 我认为这也是这个大婶内心对孩子的爱吧。 可恨之人,也有可怜之处。 最后,提醒各位单身女性一定不要给陌生人开门。 同时,经常打扫自己的衣柜,看到墙上有记号即是想办法。 我是爱好恐怖片的美男子,欢迎关注交流,下期见。